台北上柯文哲跟郭台銘以及王金平 确定就要在明天8月23號的823音樂會上頭 來碰面同台合體同框 而且對此台北市議員王世堅是痛批 就根本是烏龍版的西遊記 在我看郭柯王 就是在上演一出烏龍版的五里頭西遊記 先是一開始瞧不定誰是唐三丈 拿到一個自以為是孫悟空的豬八戒 就跑出來 亂献策 這個瞎扯一堆 這個無厘頭版的唐三丈 虧他說是商場老將 台湾首富 當然 阿彌陀佛 祝福他們 可以聽到王世堅是把柯文哲比喻成豬八戒 因為他說他根本就是假扮成孫悟空 要來拉攏郭台銘 不過現在三個人確定需要在明天合體同台 但是到底會談什麼內容 柯文哲說其實在那麼多人的場合 根本沒有辦法談什麼 不過雖然會不會私下會面 他則是保留合作空間 對方說明天 谢谢大家